当时这个照片呢 这是1945年 7月1号 黄云培跟另外五个国民餐的人 到达延安 黄云培下了飞机 王沃南握手 说我们又见面了 全面抗战爆发后 延安成为革命圣地 展现出蓬勃气象 党外各界对此地 无不充满好奇 1945年 一个夏日的午后 这里迎来了一批 特殊的客人 当日 毛泽东亲赴机场迎接 他握住其中一位老者的手 意味深长地说道 黄老 我们又见面了 怎么叫又见面 后来在两人探望中讲 1921年呢 我就听你在上海 欢迎杜维博士的欢迎会长做了一次讲演 你当时讲中国有多少毕业生 有多少失业 列举大量的数字 他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位老者就是黄延培 当时国民党政府一党专制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 导致国共关系激进破裂 国内和平呼声越来越高 黄延培等社会贱民党 黄延培等社会贤达和爱国人士心急如焚 希望能够前往延安访问 促成两党团结 黄延培他们感觉到 中共不参加国民代表大会 对当时中国大局是不利的 由此作为第三方的黄延培 他们来向延安去信 延安回来 请黄延培等参政员访问延安 到了延安 他觉得人们都还朝气蓬勃 而且都自由自在 不像那种宣传的好像世面那么紧张 特别他感觉到郑王特别开明 就是一般都不成关系 毛东就是毛东或者老毛 而且这边有个黑板报 可以提议一下黄延培 一句话总结 就说离我的理想不远了 延安之行是黄延培与毛泽东 第一次正式的会晤 这就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居所 毛主席在这里 与黄延培讨论了周期律 五天之内长谈了十几个小时 黄延培上说一家一人一国一团体 大凡初期聚精会神 没有一人不用心 没有一人不卖力 后来情况渐渐好转了 精神也就放下了 总之最后慢慢就崩溃了 所以我希望中共租军 现在办的是很好的 将来能够避免这种人亡正习 的这种周期律的支配力 毛泽东达到 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 能够跳出这个周期律的支配 就是让人民来监督政府 这一段对话被称为摇动队 延安之行使得黄延培 对毛泽东所代表的中共 加深了了解 在延安归来一书中他写道 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律 怕是有效的 因为他第一 他觉得中共有希望 将来将来能够有大作为 有能得天下 第二点他又担心 中共做到天下 会是冲倒这种规律 所以他希望中共能够打破这个规律 能够做一个 做一个长久的执政党 他们俩人 我觉得俩人肯定是谈得来 才能谈到这么一个 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黄延培通过在延安的实施考察 已经接受了中国的前途 和他的命运 寄托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身上 毛泽东的回答 认定了民主 是打破这个历史周期律的 有效的途径 此时要和平求发展 是中国民族工商业者的共同心声 黄延培从延安回到重庆 便和胡绝文等人一起筹创了 由民族工商业者和有联系的 知识分子组成的民主建国会 在延安的所见所谈 对黄延培是莫大的鼓舞 也奠定了他筹创民建的思想基础 后来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 再度会见黄延培及重庆工商界各团体 畅谈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道路 又一次提振了黄延培等人创立民建的信心 黄延培一直作为民建的组织任务 就是向共产党传递民族商业的要求 向共产业者传递共产党的声音 北京香山双清别墅 曾是中共中央的指挥中心 在这里毛泽东指挥了渡江战役 而黄延培正是毛泽东 在双清别墅会见的第一位客人 他们谈话基本是两部分内容 先重温了延安姚总队 黄延培说好 那我就拭目以待了 看共产党怎么治过 毛泽东说不对 你不能拭目以待 你不能做旁观客 你要做主人 你要做共产党人的征友 要跟我们迟迟提出 你认为不对的地方 后来黄延培经常向毛泽东建言 总共写了九十多封信件 其中涉及到许多重大问题 均直言不讳 毛泽东也坦诚相待 给黄延培回了六十多封亲笔信 给毛泽东写信 说现在经济形势不好 农村高增购 城市经济萧条 紧缩银根 就用几个词 财政在好转 人性在恶化 毛泽东不仅接受了 而把黄延培请去 把黄延培的信 打印成政务院的文件下发 所以说毛泽东心怀 真能融洽 七十六年前 与毛泽东坐而论道的黄延培 后来曾代表民建发言 他说 在东半个地球大陆上边 建造起一所新的大厦来 这座大厦已提名了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座大厦有五个大门 每个门上两个大字 让我读起来 独立 民主 和平 统一 富强 愿景昭昭 尽显无双国事的风骨与担当 习近平主席对党外人士废虎相告 虚心恭听 言无逆顺 为事之从 这是执政党应有的兄弟 反映国事 违论是非 不寻好恶 这是参政党应有的担当 不忘历史 不忘初心 我们应当挑出 最终也一定能够挑出历史周期律 民间会不仅在历史上 就是在现在 它也敢于通过调查研究 提出了自己的真实 而是逐渐的建议和意见 敢于说真话 敢于做真话 那么你以后在这个方面里面 帮助公共把国家的各项事业做得更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